苏澳港国际青商会和日本石原市八重山青年会议所 捐赠了爱新款项挹注吉安乡仍爱基金关怀专户 乡长游淑珍感谢跨县市跨国的爱新 除了表示会妥善运用这些款项 也欢迎青商会的伙伴们能够组团到吉安乡来旅游 体验吉安的美好风光也带来最有效的实质帮助 关心花莲地震灾损 国际青年商会也送爱到吉安 包括了花莲国际青年商会 苏澳港国际青年商会等干部 将来自苏澳和日本石原市的善款 捐给吉安乡仍爱基金关怀专户 这大地震发生在4月03 4月3号的时候 然后我们在4月13号的时候 拜访了姐妹会 然后那时候就是我们听说在日本人的时候 他们就有集合当地几个 五个一个社团 然后一同为就是他们由他们主动请因 然后一起委托我们 然后来去帮他们的捐款 苏澳镇这边的一些我们 我们苏澳港新冠青年商会的一些会友 然后以及日本 石原市八重山青年会议所 就是以两国之间的一个交流 然后一起来为我们的 地震的受灾的一些居民 一起表表一些心意 吉安乡党游淑珍感谢来自跨县市 和跨国的爱心 让吉安乡充满能量 谢谢我们花莲青山引荐了我们的兄弟会 从苏澳港国际商会来到了吉安 更引荐了日本八重山的一个爱心意著 我相信这是一个地方的爱 延展到我们其他县市 再引荐到我们的国际意著的这份关怀的力量 吉安乡公所会善尽职责 将这份爱来作为一个温馨的救助 跟善尽职责的一个关怀 社会有爱 我们温暖吉安 我们也谢谢所有来自于各地的爱 也希望我们吉安乡的所有的乡亲 以及花莲所有的受灾户 能够加油我们吉安 花莲不孤单 我们谢谢来自于社会爱 更要激进我们个人关怀 跟努力精进的一份力量 除了感谢社团捐助 游淑珍也大力邀请苏澳清商的青年朋友们 能够组团到吉安做深度旅游 体验吉安乡美好风光 也带来最有效的实质帮助 借旅会吉安相报道 我们睟ibt个人数不可离明 说»,-1-5-1-1-3-6-7-5-3-4-4-7-4-4-3-7-5-4-8-4-4-4-5-5-4-5-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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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5-5-6-6-7-6-6-6-7-6-7-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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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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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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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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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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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